這個軟體只有一種人不適合使用 如果你是用傳統磁碟的摔到 或者是它有異音、有奇怪的聲音 這個軟體有一種人不適合使用 就是如果你手上是傳統磁碟 你可能是摔到或是它有什麼 那有一種人不適合使用這個軟體 那就是我們如果有這種傳統磁碟 如果你摔到或是你裡面有奇怪的聲音等等的問題 你就要儘快把它送去救援中心 不要再讓你繼續捨 繼續捨 那有一種人需要注意 那有一種人不適合使用這種救援軟體 那就是你用的是傳統磁碟 可能是你摔到或是你的 那有一種人不適合使用這種救援軟體 那就是如果你是用傳統磁碟 就是你可能摔到或是它有奇怪的聲音等等的問題 你要趕快儘快 那有一種人不適合使用救援軟體 那就是如果你手上有這種傳統磁碟 你可能是摔到或是它用久了有奇怪的聲音 那你就要儘快送去救援中心 不要再自己再繼續用這個軟體 然後造成二次傷害 那當然備份還是最重要的 就這個軟體只是讓你增加多一點 救回來檔案的機會 那不是萬能的 備份還是頗重要的 那有一種人不適合使用 那有一種人不適合使用這個救援軟體 那就是如果你手上有用這種傳統磁碟的 你可能是摔到或是用久而有奇怪的聲音 那你就要儘快拿去救援中心拯救 不要再繼續使用這個軟體 那有一種人可能不適合使用這個救援軟體 那就是你手上有這種傳統磁碟的 你可能是摔到或是用久了有奇怪的聲音等等 那你就要趕快拿去救援中心拯救 不要再使用這個軟體 然後造成二次傷害 那其他的什麼記憶卡 USB、SSD等等的 你就可以用這個軟體 來多一點救回來的機會 那有一種人不適合使用這個救援軟體 像是我們 那有一種人不適合使用這個救援軟體 那像是我們使用這種傳統磁碟 你可能是摔到啊 或者是你用久而有奇怪的聲音 你就要趕快拿去救援中心拯救 不要再使用這個軟體造成二次傷害 那像是其他的 像是USB、機卡、SSD等等的 這種不會動的東西 你就可以用這個Tenorshare 4D Deck 來試試看多一點救回來的機會啦 那有一種人不適合使用這個救援軟體 那就是你使用這種 那有一種人不適合使用這個 那有一種人不適合使用這個救援軟體 那就是你使用這種傳統的磁碟 你可能是摔到、用久了 可能有奇怪的聲音等等 那你就要趕快送去 哒哒哒哒 那你就要趕快拿去救援中心拯救 不要再使用這個救援軟體 那就是使用這種傳統磁碟的 你可能是摔到 或者是你用久了 有奇怪的聲音 那你就要趕快拿去救援中心拯救 不要再使用這個救援軟體 就造成二次傷害啦 那如果是像是機卡 USB、SSD等等的 這些都可以救 就是增加一點救回來的機會啦 那最重要還是要備份你的資料 然後拍攝的時候 你要多帶一張記憶卡 避免你一張記憶卡出事 你就整場就出事情啦 OK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TenorShare 4D Deck 救援軟體的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這影片 還有一個讚、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 軟體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OK